2020年12月 我在出差的时候发现了你 当时的你全身脏兮兮的 不知道究竟饿了多久 居然在下水道旁 吃着钢丝球上的垃圾 实在不忍心 只能强行把你抱走 虽然很想带你回去 可当时却在出差 纠结了很久 最终还是决定 退掉高铁票 把你带回郑州 拼车路上你很乖 趴在同时围巾上一动不动 回来后第一时间带你去检查身体 还好身体还算健康 只是耳满很严重 还有跳蚤 赶紧给你做了清理和驱虫 打针很疼 但你一直很乖 回来后第一次安稳的睡觉 懒洋洋的你怎么都叫不起来 睡醒后你精神好了很多 第一次喝干净的水 以下喝了一大碗 慢慢的你适应了新环境 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 还和原著名三万成为了好朋友 后来你胆子越来越大 开始搞破坏 还霸占了等等的狗盆 抢走了同事的座位 并且还学会了咬人 咬人咬插牌 尽管如此 大家依然很爱 现在的你越长越大 也越来越好看 小动物其实也和人一样 命运都各有不同 虽然有品种之分 但他们也应该被公平的对待 他们的一生很短暂 如果你遇见了可爱的他们 请善待他们 因为你的一点点爱心 可能就能改变他的一生 最后我要对小白猫说一句 以后不要偷吃我的火腿肠了 请善待他 请善待他